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今天继续咱们的《尽急的毁三观》系列 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颇具争议的影片《莫比乌斯》 这是惊悚哥目前看过的影片中最重口最虐心的一部,没有质疑 相信对于绝大部分小伙伴来说也是如此 并且结局出人意料,又让人痛心 故事开始在韩国的一户三口之家 这天清晨,男主在卧室整理好校服,准备去上学 他碰头过面的母亲坐在台机上喝酒 而男主父亲则在书房,吃着吐司面包当做早餐 整个家中萦绕着一股说不出来的诡异气氛 突然,男主父亲的手机响了 是他的情人,杂货铺老板娘打来的 他刚想接起,男主母亲就像疯了一样过来抢夺手机 两人摔在地上,撕打在一起 母亲终究还是敌不过力量更大的父亲 没能将手机抢过来 看着丈夫蔑视的神色,他怒即一耳光扇了过去 父亲看疯子一样看了他一眼,不懈地起身离开 到阳台上去给情人打电话了 母亲回身发现,男主正在门口静静看着这一切 他有些慌乱地整理了一下乱蓬蓬的头发 然后尽量挤出一个慈祥的笑容 过去温柔地给他系上了校服扣子 男主的目光中却带了一丝恐惧 晚上,父亲开车接走了自己的情人,杂货铺老板娘 一顿浪漫的烛光晚餐后 他们在车里开始了剧烈运动 放学回家的男主正巧路过看到了这一幕 正值青春期的他有些慌乱,也有些躁动,连忙走开了 而一直跟踪他们的母亲 也在道路对面,静静地看着两人雨水之欢 整个人仿佛幽灵一般,面无表情 结束完欢愉的情人 心满意足地回到自己的杂货铺中 这是一块石头飞过来,砸碎了玻璃 他惊恐地回头一看 看到了阴影中走出来,形同鬼灭的男主母亲 母亲行事走肉般地回到了家中 来到男主房间门口,悄悄推开一条门缝 赫然看到了儿子正一边回味 刚刚在父亲车中看到的惊艳一幕 一边发泄自己的欲望 他又惊又怒,一枪悲愤转为仇恨 转身来到楼梯上,从一个佛头下拿出一把尖刀 然后悄悄走进男主父亲的房间 此时刚刚结束和情人激情的父亲十分疲惫 正在睡觉 母亲悄悄掀开被子,要用刀淹了他 而睡梦中的男主父亲 感觉到有人在脱自己的裤子 立即惊醒 赫然看到这样下毒手的妻子 连忙一脚将的灯开,退出了窝室 男主母亲狼狈地倒在地上 心中的怒火越来越盛 他缓了缓情绪做了一个决定 转身拿刀走进了儿子的房间 然后轻轻掀开被子 一咬牙一狠心 将儿子的下体割了下来 熟睡的男主一声惨叫惊醒 父亲听到后也连忙跑了过来 他看到一床血迹和疯了一样的妻子 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短暂的震惊过后 他给了男主母亲眼光 让他浇出来儿子的下体 男主母亲替脸横流 接着脸上要露出一丝宁笑 将儿子的下体塞进嘴里嚼烂 咽了下去 父亲将他按倒 要强行让他吐出来 然而男主母亲 却死死咬住他的手指不松口 一边的男主 还在惊恐地捂着 空空入夜的下身惨叫着 父亲只好作罢 抱起儿子去了医院 父子儿人离开后 母亲似乎有些后悔了 还拼命抠着喉咙 想要吐出儿子的下体 但无济于事 不知道该如何示好的他 茫然地离开了这个家 此时夜已经深了 街上了无人烟 他形如鬼魅般地游荡着 在路过一座佛殿的时候 看到一个年轻僧人 正在对着一个佛头叩拜 刹那间 母亲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缓缓跟着僧人离开了 男主处理好伤势 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家中 父亲没想到一时贪图享受 最后竟然害了儿子 他一脸愧疚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只是将那把刀 又放回楼梯的佛头下面 然后回到了自己的书房 专业一夜过去 父亲就这样 在书房做到了清晨 情人给他打来的电话 他看了两酒 直接按掉 接着又似乎想到了什么 从抽屉中拿出一把手枪塞进裤裆 想要解决掉这条祸根 不过犹豫再三后 他将手指从扳机上移开了 画面转过 父亲看到儿子连小便都是问题 十分心痛 自己一个人去医院做了手术 将下体取下保存起来 准备在医学技术发达的时候 移植给儿子 过了一段时间 男主的伤势恢复得差不多了 又回到了学校上学 然而因为身体残疾 他小便的时候总是散落一地 几个混混同学十分好奇 在放学后将他堵在巷子里 想要看看他究竟有多么小 却发现内里竟然是空的 不禁发出阵阵嘲笑 在校门口等待儿子放学的父亲 久久不见儿子出来 并从小巷穿过去 想到操场看看 却发现儿子正被几个同学 扒了裤子欺负 他连忙将那几个混混同学推开 扶起儿子 被推倒的混混同学十分愤怒 一拥而上 将男主父亲安在地上修理了一顿 男主被吓得躲在一角 双手颤抖着提起裤子 只想赶紧拉上裤门拉脸 掩盖自己的缺陷 第二天早上 到了上学时间 男主窝在卧室看漫画不肯走 父亲把校服盖在他身上 催促他要迟到了 男主却暴躁地将校服甩在地上 有了昨天的那般羞辱 他还怎么敢去学校 面对那些混混同学的嘲讽 父亲想了想也理解了他 没再说什么 自己出门上班去了 独自一人在家的男主 看了一会儿漫画 觉得有些无聊 出门逛了逛 却不知道为什么 鬼使神差地来到了 父亲情人的杂货铺中 他看着这个性感 神似自己母亲的女人 就是这个女人 在那天勾起了自己的浴火 也正是这个女人 让本来幸福的一家支离破碎 但他却仍然对这个女人 有一种莫名的感觉 老板娘认出来 他是自己情人的儿子 闲眼瞧了他许久 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然后揭开上衣 露出丰满的胸部 男主抿了抿嘴唇 情不自禁地走了过去 将手放在了上面抚摸着 老板娘很是得意 看出了他眼中的渴望 也伸手去摸了他 男主立刻神色一变 像是出了电影一样 跑走了 转眼到了下午 杂货铺里客人不多 无聊的老板娘 自己开了一瓶啤酒毒啄 这时 男主又进来了 他尽量不去看老板娘 自顾自地拿起一瓶饮料 但老板娘却一直盯着他 用眼神挑逗着 似乎很喜欢这样暧昧的感觉 这时 学校的那几个混混同学 正巧路过 看到了男主 便又将他揪出来 按在墙角 要扒下他的裤子 进行羞辱 男主拼命反抗 但无济于事 不一会儿 借脚过来几个 社会上的小流氓 见这么多人 欺负一个人 有些气愤 出手打跑了混混同学 赶走混混同学后 小流氓头头 拍了盘男主身上的图 截着不经意间回头 看到了门口 苏兄半露的老板娘 她不禁色心一动 老板娘也瞧出来 这个小流氓不怀好意 转身进了店里 流氓头头 岂能善罢甘休 她收了男主 老板娘过来拿东西的时候 流氓头头实在 控制不住欲望 摸了她一下 老板娘立刻一巴掌扇了过去 流氓头头生气了 要把她抱进杂货铺石爆 男主连忙拉住她阻拦 却又被后面几个小弟抓住了 流氓头头将老板娘抱到里面 强行发泄一番 然后几个小弟也轮番上阵 最后到了男主 男主十分害怕 不想这样 但碍于几个流氓的淫危 于是也进了礼物 看到了躺在地上 囊背不堪的老板娘 她知道小流氓们 在外面看着自己 便将裤子脱下一点 趴在老板娘身上 假装动了几下 在外面看着的几个小流氓 不禁笑了起来 画面转过 出于愧疚 想要弥补儿子的缺憾 男主父亲这段时间 一直都在搜索 如何不通过性器官或的高潮 却不想突然警察上门 一轮奸罪带走了男主 父亲连忙赶到警局 想要脱下男主的裤子解释 他根本没有能力进行轮奸 男主实在无法忍受这样的刺激 拼命反抗 直接将父亲踹倒 警察连忙拦住他 强行扒下了撕裤子 看到了空荡荡的地方 明白了男主父亲说的 的确是真的 一边同样被抓起来的流氓们 不禁哄堂大笑 激动的男主立刻过去 将流氓的头头击倒 拼命发泄着 这么久以来压抑的情绪 直到警察将他拉开 从警局回来 想到儿子遭受的一切 父亲想要自杀 但犹豫再三 没有下得去手 只能复安痛哭着 而入狱的男主在牢房中 强烈反抗引来了警察 警察将他拉到了一间 担任的牢房 才幸免于难 过了几天 父亲来看望男主了 他一脸憔悴 给了儿子一张纸条 心情复杂的男主接了过来 回到牢房后 打开一看 是一张图文科普 介绍如何通过石头 摩擦皮肤得到性高潮 却是父亲在印度一个网站上 找到不通过性器官 获得快感的方式 这几天他一直在家中 反复实验 身上摩擦的遍体鳞伤 终于找到了诀窍 这才传给了男主 男主只是看了一眼 立刻厌恶地扔开 但过了一会儿 正值青春期 对这种志乐体验 无比向往的他 又捡了起来 仔细研究了一番 然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扒下牢房的一块石头 在胳膊上摩擦起来 果然获得了 自我发泄时候一样的感觉 欢愉过后 快感退去 男主又感受到了 胳膊上火辣辣的疼痛 想到自己以后 只能这样来获得正常人的感觉 他不禁颜面痛哭起来 转远几个月过去 到了出狱那天 父亲来接男主 他眼神中带着一丝期待 递给儿子一块石头 男主垂下头 羞涩地灰心一笑 这段时间 他在监狱里 已经可以熟练掌握这种技巧了 回到家 渐渐迷恋上了摩擦高潮 这种感觉的男主 终于沉浸在房间中 反复摩擦着每一寸皮肤 父亲看到后 有些欣慰 也有些痛心 他还在一直寻找着 如何将自己的性器官 移植到儿子身上 毕竟这种石头摩擦 也不能让他成为真正的男人 画面转过 这天风和日丽 男主鬼使神差地 又来到了杂货铺 老板娘正惊危坐 手持利刃 男主直接跪在了他面前 直直地看着他 老板娘眼眶微微泛红 将刀狠狠插在了 他的肩膀上 男主感受到了一丝快感 伸手摸进了老板娘的胸口 老板娘眼眶中泪水萦绕 又给了他一耳光 男主离开有些意识到 自己行为都不妥 羞愧地垂下头 收回了手 老板娘却有一些心疼 他楚楚可怜的样子 只是轻轻地 在他耳边吻了一下 然后脱下了上衣 露出了饱满的胸部 男主看着这香艳的一幕 瞬间热血上涌 抓住肩膀的刀 狠狠地摇摆起来 不断地刺激自己 活得快感 老板娘见他销魂的表情 有些明白这个动作的含义 于是抓住了刀柄 帮他一起摇晃 男主也顺势趴在他怀中 两人就以这种奇怪的方式 一起到达了人生巅峰 转眼过了一个月 流氓头头也出狱了 老板娘打扮了花枝招展 却接了他 流氓头头很是得意 以为自己的强大 征服了这个女人 直接吟笑着搂住了他 却殊不知 目光阴冷的男主 就在后面悄悄地跟着 老板娘带着流氓头头 回到杂货铺 拿出啤酒和熟食 让他饱餐一顿 喝了点酒后 流氓头头按捺不住欲望 开始动手动脚 老板娘也很主动地 骑在了他身上 正在极致温柔销魂的时刻 老板娘突然反手 亮出利刃 将流氓头头淹了 巨疼的流氓头头 拼命挣扎 一直在外面潜伏着的 男主冲了出来 按住了他 然后拿着割下的器官 跑了出去 流氓头头强忍巨疼 推开老板娘 要出去夺回自己的器官 流氓头头和男主 在马路上扭打在离奇 男主心一横 直接将器官扔走 流氓头头连忙 要爬过去捡 却被男主四死拖住 他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最重要的器官 被来来往往的车辆 压成肉泥 备焚之急的流氓头头 回到杂仆铺 要找老板娘算账 却被男主从后面抓住 一刀扎在了肩膀 流氓头头一声惨叫 老板娘连忙抱着他 开始挑逗 然后和男主一起 抓住刀柄 拼命摇摆着 流氓头头在剧痛过后 体会到了快感 老板娘和男主 也约过流氓头头 激烈地稳在离奇 三人就这样 都先后到达了巅峰 画面转过 男主父亲 在不断多方调查资料后 终于找到了一家医院 可以做移植手术 男主和他都十分欣喜 立刻动身 取出了冷藏器官 进行移植手术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 虽然器官接上了 但是失去了最重要的能力 无论多么激烈的角电影 男主始终不为所动 男主去找了老板娘 脱下裤子 给他看自己移植的器官 老板娘端详了一会儿 他这个似曾相识的器官 然后使出浑身泄出刺激 但那个家伙依然没有反应 男主脸上闪过一次羞愧 推开了他 穿上裤子离开了 回到家中 男主发现 回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他失踪许久的母亲 母亲一脸疲惫 碰头垢面 正躺在自己的床上酣水 男主和父亲都没有说什么 只是静静地 给他关上了门 到了深夜 男主和母亲在黑暗之中醒来 缓了缓神后 他来到另一间卧室 发现儿子和父亲 正挤在一张床上休息 他直接打开门走进去 将男主父亲推在地上 然后睡在了儿子身边 男主睁开一眼看到了母亲 目光中露出一次恐惧 母亲却神色愧疚 满目柔情 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脸 男主也没说什么 又闭上了眼睛 就这样静静地感受着母亲的温暖 然而没过一会儿 男主又突然睁开了眼睛 然后惊骇地推开母亲 跑了出去 因为刚刚在母亲的抚摸下 他的下体居然有了反应 男主母亲也十分震惊 他回声望向男主父亲 就先明白了什么 然后立刻扒下男主父亲的裤子 看到空荡荡的地方 证实了自己的猜想 男主父亲一脸愧疚 他跪下 浮在妻子身上痛哭起来 妻子眼眶中也有泪水打转 就这样过了一会儿 男主父亲又抬起身抱住妻子 拿起石头摸擦着自己的手 想要体会久违的快感 妻子却恶狠狠地一把推开他 跑了出去 正巧遇到了 要去找老板娘的男主 男主有些尴尬地掩盖住了 下面支起来的帐篷 推开母亲多门而出 然而到了老板娘那里 她再次失落地发现 自己只对母亲有反应 无论老板娘怎么诱惑 她都不为所动 正好穿上衣服离开 临别的时候 老板娘不舍地拉住了她 她垂头在她的唇上 轻轻吻了一下 这是他们之间 唯一能有的正常亲密动作了 老板娘不禁痛苦流涕 回到家 发现母亲正穿着性感的睡衣 男主有些茫然不知所措 母亲却神色轻松地走过去 解开她的裤子 儿子这一次有些半推半救 但没怎么反抗 父亲立刻冲了过来 愤怒地给了妻子一耳光 又给了儿子一耳光 被打醒的男主 连忙羞愧地跑回房间 锁上了门 母亲仍然不死心 跟过来拼命地敲门 要来满足儿子 此时的男主 也在房间里十分纠结 他既想像一个正常男人一样 发现欲望 又不想违背家庭的道德伦理 过了半想 见儿子一直没有回应 母亲准备离开 然而正当他转身的时候 却听到了里面 传来了锁开的声音 显然是男主做出了决定 向欲望屈服了 母亲推开门走进去 坐在男主床边 将手伸进了被子里 男主正在床上假眉 他用被子盖住了脸 不住地欢愉喘息着 母亲替脸横流 而父亲看着房间里的一切 目姿欲裂 随着男主一阵抽搐 母亲也拿出了手 转身走出房间 男主看了一眼外面的父亲 不禁羞愧难当 蒙头痛哭 母亲也在门口低声唾气 父亲怒从心旗 扇了他一耳光 母亲立刻更狠地扇了回去 暴怒的父亲证了证 转身去楼梯的佛头下 拿出那把刀 刀上还有上次 阉割儿子残留的血迹 他今天准备再次割下 儿子身上属于自己的东西 儿子极力反抗 母亲过去也拉住了父亲 一番扭打后 这扭曲激情的一家人 挤在小床上 各自踢泪横流 而另一边杂货铺中 流氓偷偷又来了 被阉割的他 这次递给了老板娘一把刀 想要再次从痛苦中体会快感 寂寞续久的老板娘抱住了他 将刀插在他的肩膀上摇摆 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又是一天 夜色已经近黄昏 父亲失落地坐在书房 而母亲则在梳妆台前 涂上艳丽的口红 然后来到男主的房间中 脱下了衣服 男主心念一动 离开我了反应 父亲的怒不可舍 直接一把将赤裸母亲 抱回了房间 安在床上 然后假装自己的器官还在 拼命浮动着 男主母亲却一脸嘲讽 似乎在说你是个废物 一把灯开了男主父亲 深夜 书房中 男主父亲拿出枪 对着了男主母亲 仿佛在警告他 如果再赶去儿子的房间 跨越伦理的底线 就杀了他 男主母亲却毫不避讳 直接转身下了楼梯 另一边 男主正在房间中喊水 他恍惚间 看到母亲换上了性感睡衣进来 然后钻进自己的被窝求婚 躁动着他也没有抗拒 猛烈地回应着 就这样 饥渴绝久的母子二人 都尽情享受了雨水之欢 然而在到达顶峰的那一刻 父亲忽然闯进来 扣动了扳机 一声枪响过后 儿子立刻从睡梦中惊醒 他缓了缓神 才发现这是一个梦 但摸了摸湿漉漉的裤子 不仅有些疑惑 这一切是什么真实 这时 他忽然想起梦中 还有一声枪响 于是立刻跑出房间 赫然看到 哼在楼梯上的父母二人 刚刚正是男主父亲 杀了母亲后 引弹自杀了 看着这惨烈的一幕 男主悲痛语绝 他拿起父亲的枪 塞进裤裆 对着曾经属于父亲的器官 扣动了扳机 一声枪响后 画面转到了一条长街上 此时夜深人静 长街上空无一人 只有一位灶袍僧人 对着一座佛扣拜 这名僧人 赫然正是男主的模样 他对着镜头 微微一笑 电影结束 尽管在过去的一年里 惊悚哥解说了很多部重口电影 但看完这部 金基德的莫比乌斯 还是惊讶的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不过静静想来 鬼才倒影金基德 一定不是只想 给我们带来一出闹剧 也许他想要探讨的是 性权力的转换 在社会关系中 性权力是很关键的一环 比如金庸的武侠小说 《射雕英雄传》中 聪明机敏 一开始十分强势的黄荣 再后来对郭静言听计从 其中转换的关键 就是在于郭静和黄荣 在密室中亲密疗伤之后 性权力完成了转换 郭静在两人的关系中 处在了主导地位 同样在《神雕侠侣》中 小龙女与杨过 从师徒到情人之间的变化 也是在小龙女失身后 开始的转换 在莫比乌斯这个故事中 家庭中的性权力 一开始属于丈夫 妻子一直都处在压迫中 无法忍受的她 想通过阉割丈夫 来夺取性权力的控制 而到后来 儿子医治了父亲的器官 也代表着性权力 转移到了儿子的手中 所以在母亲回来后 沦落到底层的父亲 开始暴躁 在残存的威严 无法震慑住儿子和妻子后 最后愤怒的决定 通过枪来结束这一切 另一组关键人物 老板娘和流氓头头 也是如此 流氓头头在被阉割后 性权力完全由老板娘所控制 所以在影片的最后 她才会是像一条狗一样 拿着刀找到老板娘 让她来施舍自己快感 另外 《尽记得》在这部影片中 做了另一项实验型的尝试 全片没有任何台词对话 全靠演员表演和镜头语言 来推动剧情 其实《尽记得》电影里的人物 都不怎么喜欢说话 比如之前解说过的 《公》 《坏小子》 《漂流浴室》 对于这一点 《尽记得》是这么解释的 他们不喜欢说话 是因为他们曾受到过 很深的伤害 比如有人曾对你说过我爱你 然后又离开了 所以他们不再轻易相信 别人说出的话 自己也不愿意再去说话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小伙伴们 一路既往的支持 咱们下期见